第一个问题 就是正阿罗汉国的人 能 通 过去 无本事 也能知未来无本事 请问 能知过去无本事 这个可以理解 能知未来无本事 这是否意味着 未来的 因果已注定了 那么未来总在 预言不同 应如何解释 这个确确实实 是这样的 未来 那个语言常常在变动 他今天跟你讲的 是未来是 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相同的 时间是一句话说 不是真的 时间是不相应刑法 你真正了解之后 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这才是真的 三级平等 时间是我们一种错局 所以说 他能突破了空间 维持之后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看见 每一天的变化 他每天也看见 他有这个能力 那你要问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很难讲得清楚 有一个方法 你好好的修 你不必要证到阿罗汉 你只要证到斯托汉 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斯托汉 不能够知五本事 大概是 三五事是没有问题的 过去未来 他都知道 未来的事情发生 不必要证到阿罗汉 像一般林媒传达的 有一个未来事情 还没到 他预先告诉我们 我早年在台湾 讲梅桃金的时候 讲梅桃金 苏朝 是在年有念佛团 年有念佛团的负责人 是一个退休的老将军 在抗战期间 跟日本人打仗 是个高级军官 他告诉我一桩事情 在江西 作战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老道 这个老道 有神童 知道未来 我们不讲过去 知道未来 他们住的地方 比较低瓦 老道告诉他 你们赶快搬家 搬到高一点地方 这个地方 一个星期之后 会淹水 他不相信 因为看这个天气的时候 没有下雨的迹象 天气都非常好 到一个星期 到那一天 他还特别派人 去看老道 因为老道也住在不远 看老道有没有搬家 结果去看之后 老道果然搬了 他就有点警戒的心 所以一丝好几项都没有 所以他也就是提防了 没有想到的时候 突然一阵暴雨 真的 那个地方就淹水了 他一个星期之后 还有一桩事情 他老道告诉他 他看到了 在东方 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 战争很激烈 那么他们是高级军官 怎么去查 依照他讲的方向 举例去查 查不到 三个月之后 日本人偷鞋珍珠感 就是他吃的那个地方 他三个月之前 他看到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你从这些 这个小事情来观察了 那阿罗汉看五百事 虚托凡能够看到个五六事 这很正常了 所以能看到过去 能看到未来 那在佛法的理论是什么 过去未来 是一个星 你知道一星就通了 遍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星 星是体 就是法性 所有一切现象呢 是法相 法相从哪里来的呢 六祖能大师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自信生万法 你见了信 哪有不能够明了万法的道理呢 万法就包括过去 现在未来 没有一样不同的 所以佛法修许 终极的目标 是明信见信